坦诚川金峰会仍不确定川普顺其自然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承认 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仍不确定 但就算平壤威胁让峰会开不成 华府仍会坚持北韩需放弃核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则认为 川金峰会仍有机会 路透社报道 北韩今天表示 若美国继续要求北韩需片面放弃核武 就莫兴趣与川普会谈 让原定6月12日登场的川金会陷入不确定 两韩原定今天举行高层官员会面 北韩也以美韩军演位游临时喊停 在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川金峰会是否如期时 川普说顺其自然 我们就等住看 还没决定 我们也完全未被知会我们时魔都莫看到 听到 他并表示 他会继续推动潮先半岛非核化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独 John Bowden今天表示 川普与金正恩间的6月峰会仍有机会办成 波顿接受福斯新闻电台节目访问时说 我认为都有机会我们正视住同时保有乐观面与现实面 我们会竭尽所能让峰会办成 但我们也不打算让原本峰会所要达成的目标退缩 就是北韩非核化需做到彻底 可供检查 不可回复 我认识你等会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没有办法 我认识你 我们本来没看到 你不让我穿过 我认识你 你不让我穿过 大家嘎 你不让我穿过